第二十章 基督的大祭司职份 我们已经探讨了基督先知的职份 接下来我们探讨他的第二个职份 也就是大祭司的职份 一祭司职份的定义 首先 要晓得人与上帝和好的完全知道 就必须留意考察大祭司的职份 有时 祭司这一头衔用于被高度尊重的人 比如 王子 统治者 官员等 他把祭司包一掳去约伯纪十二章十九节 一折住 此处翻译为祭司一词 在西伯来文中是Kohani 英文钦定本翻译为Princess 是王子的意思 大魏的众子都做领袖 撒姆尔记下八章十八节 雅尔人以拉作大魏的宰相 撒姆尔记下二十章二十六节 他们的名称上都有Kohin一词 意思是祭司 这是因为 一 大祭司所彰显的尊荣 为此先知把最尊贵的装饰 称为华冠祭司式的装饰品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节 二 立位之派还没有被分别出来 担任祭司的职份之前 父亲 其后便是长子 家庭中最尊贵的成员担任祭司的职份 第二 祭司 如果考察这个词本质的含义 就是指从人间挑选的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 和赎罪祭西伯来书五章一节 祭司的职份在于两个特别的方面 一是献祭 一是祈祷 祝福是包括在后者之中的 立位基第四章所记载的就是献祭的事 关于带导的责任 在圣经上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民数纪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要在郎子和祭坛中间哭泣 说 耶和华呀 求你顾惜你的百姓 约尔书二章十七节 每年大祭司都要用一只公牛 和一只公山羊献祭 进入至圣所 把血洒在施恩座上 并且燃香立位纪十六章 后者所代表的就是戴道 这可从诗篇一百四十一章两节推导出来 其中我们读到 愿我的祷告 如香陈列 在你面前 纳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启示录八章四节 基督大祭司的职份 同样也有献祭和代祷组成 我们首先探讨一般性的大祭司的职份 然后探讨献祭和代祷这两项特别的责任 二纵观基督祭司职份 与其君王职份的不同 首先让我们从总体的角度来看 基督祭司的职份 主耶稣不仅是名义上的大祭司 也是实际上的大祭司 也就是说 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并不是象征性的 也不是比喻性的 更不是比较性的 他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的祭司的名称并不是一个尊称 只是指他君王的职份 准确地说 他作为祭司 其祭司的职份 是与其君王的职份截然不同的 他作为祭司 是指他献上代祖性的疾病代祷 他并不是在升天之后 唯独因着他的代祷 才成为祭司的 当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已经是祭司了 他在地上 通过他的受苦和受死 向上帝献上他自己作为代祖的祭 并因着他的献祭进入天庭 也就是天上的制圣所 他在那里执行他祭司职份的 第二个方面的责任 也就是代祷 他因着自己 在地上所施行的献祭 而执行代祷的职份 所有这些观念 都受到所吸奴派的反对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基督的赎罪 因此 我们必须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 我们认为 基督大祭司的职份 与其君王的职份 并不是一回事 其不同之处 也不仅仅在于以下的事实 在他大祭司的职份中 他只是想帮助人 而在他君王的职份中 他实现了自己帮助人的愿望 因为 一 圣经中并没有如此教导 相反 在圣经中说 大祭司的职份 在于献祭和祈祷 正如我们所说明的那样 君王的职份 在于治理和保护 因此 这两大职份是截然不同的 二 另外 大祭司的职份 是代表人 在上帝面前施行 西伯来书五章一节 而君王的职份 则是在人中间 并向人执行的 三 在旧约中 区分各种不同的侍奉 即使在立位人的侍奉中 不同的人之间 也有不同的服饰 作为君王 就不得献祭 散落之所以受到惩罚 就是因为 触犯了这一禁令 撒摩尔记上十三章十三节 来自犹大支派的 即使做王 也不得担任祭司的职任 西伯来书七章十四节 因为这些服饰在预表上 是不同的 预表的本体 当然也是不同的 第二 我们认为 基督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大祭司 而是真真确确的大祭司 既不是象征性的 也不是抽象的 更不是比喻意义上的 而是在事实和本质上 就是大祭司 这是很显然的 一 在圣经中明确的如此称呼 并附加上特定的环境 也清楚地表明 基督是真正意义上的祭司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后悔 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字 永远为祭司诗篇110篇四节 西伯来书五章五至六节 清楚地显明 此处所指的就是基督 因为在这节经文中 所用的是同样的话 视为关乎他的预言 应用在基督的身上 此处明确地称他为祭司 是由上帝所照的 并且通过其势力为祭司 这一切都证实 基督是真正意义上的祭司 从西伯来书二章17节中也清晰可见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上帝的世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几乎再没有表达的如此清晰的事了 另外还有西伯来书四章14至15节 二、真祭司的所有活动 都归在基督的身上 比如献祭和祈祷 参考 西伯来书7章26 27节 9章25 26节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西伯来书10章10 14节 在祈祷上 也是如此 参考 西伯来书7章24 25节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一者 耶稣基督 约翰一书2章1节 三、既然基督是旧约中 祭司之预表的本体 既然这些预表 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祭司 基督这预表的本体 更是祭司了 它是祭司制度的化身 第三 我们认为 基督并不仅仅是在升天之后 才做祭司 当他升天之前 还在地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祭司 施行祭司的职份了 一、这从西伯来书7章26-27节中显然可见 像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一的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这节经文所指的 并不是他在天上所做的事 而是指他在地上所行的事 这段经文说他是大祭司 一次献上他自己 这无疑是指他的受苦和受死 他是作为大祭司施行这一献祭的 相比而言 过去众多祭司的献祭是预表 而他的献祭则是预表的本体 他们是在地上 是在至圣所献祭 首先是为他们自己的罪 然后是为人民的罪 此后再带着寄生的血进入至圣所 同样基督也是在地上 作为大祭司献上他自己 而且圣经上说 这一献祭是一次性献上的 这一献祭已经成就了 已经成为历史 而基督的代祷 仍然在进行并继续下去 二 这也得到了圣经上诸多经文的证实 在这些经文中 明确地说 基督这一次性的献祭是在他升天 并坐在天父的右边之前施行的 当然 他是借着病带着他 牺牲在地上的血而升天的 他进入天庭 正如大祭司带着寄生的血 进入至圣所一样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而表明 首先发生的是这一洗净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来用自己的血 这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希伯来书九章十一 十二节 首先 他是作为大祭司献上自己的 他首先所带来的是永远的救赎 此后 他就借着他的血 进入至圣所 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 所见到的也是 同样的意思 但基督现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 三 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也履行了他大祭司职份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带道 这在大祭司的祷告中可以读到 另外在西伯来书五章七节也写到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恳求 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 一 他的受苦和受死之不过是预备而已 本身并不是献祭 回答 这种说法不仅不合乎圣经 而且明显地与圣经向北 因为圣经中清楚地称之为献祭 并且说 这是基督作为大祭司所做出的献祭 因为他指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 靠耶稣基督指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因为他一次献祭 西伯来书十章十十四节 一二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为祭司 西伯来书八章四节 这不是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并不是祭司吗 回答 这种说法丝毫没有什么道理 其实 这节经文证实了我们的说法 因为要履行大祭司的职任 仅仅是献祭还不够 必须带着祭生的血进入至圣所 假如基督仍然在地上 他就无法完成他祭司的职任 如此也就不是祭司了 旧约中的大祭司也是如此 如果仅仅是献祭 却停留在至圣所的外面 就没有完全履行他祭司的职任 假如基督在献上他自己之后 仍然停留在地上 他也没有完全履行他祭司的职任 因为那样他就不会进入至圣所了 假如基督没有完全履行他的职任 他就不是祭司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三基督是按麦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 迄今为止 外面已经说明 基督大祭司的职份 是与其君王的职份完全不同的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祭司 他不仅借着带导在天上为大祭司 当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也借着献祭和带导而为大祭司 尽管这一切都与基督有关 但他在无数方面远远胜过了出自亚伦的祭司 正如身体胜过影子一样 一 做祭司的立位人处于立位之派 而基督则是明显处于犹大之派 希伯来书七章十四节 二 他们不过是普通的人罢了 但基督不仅是真正的人 也是真正的上帝 他是在外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罗马书九章五节 三 他们不过是祭司而已 而基督还是君王 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 四 他们本身也是罪人 需要为他们自身的罪献祭 但是 基督则是圣洁的 是无罪的 没有任何玷污 他只是为其选民的罪献赏自己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 二十七节 五 他们不过是影子和预表 而基督则是实体 是预表的本体 希伯来书八章五节 六 他们担任祭司是由继承而来 顶替他们并故的父亲 然而 基督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 二十四节 七 他们按利的时候并没有启示 而基督则是由上帝启示力的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 二十一节 八 他们就任祭司的职任 是由自然的高游告立的 而基督则是以圣灵告立的 使徒行 传十章三十八节 九 他们被指定在旧约中侍奉 而基督则是新约的中宝 西伯来书九章十五节 是更美之约的中宝和西伯来书八章六节 十 他们所献的既是既生 而基督则是献上自己 西伯来书九章十二 二十六节 十一 他们的献祭并不能消除罪 也不能洗净人的良心 西伯来书九章十二 十四节 十二 他们的献祭要不断重复 直到振兴的时候 但基督疑似献上自己 就有永远赎罪的果孝 西伯来书九章十节 十章一 十四节 十三 他们是在圣殿的祭坛上献祭 祭坛已经分别为圣 以便叫礼物成圣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九节 但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私 献给神西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如此 他同时是祭司 祭坛和祭武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节 十四 他们是按亚伦的等次为祭司 而基督则是按麦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 西伯来书六章二十节 这并不是说 从亚伦而来的祭司 以及他们的祭武 不是基督的预表 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做出了证明 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 这一方面与这个角度和谐 那一方面与那个角度和谐 但是这一祭司的等次表明了基督的优越性 关于麦基喜德 在旧约圣经中并没有多少记载 在创世纪十四章有一定的记载 在诗篇110篇中宣告他是基督的预表 但是保罗在西伯来书第七章中更多的谈及麦基喜德 在这些方面 我们一定不要试图比圣经记载的更有聪明 我们知道他以什么方式做基督的预表 预表和预表的本体如何相合就足够了 可以说他并不是上帝之子本身 他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 预表主耶稣的道成肉身 一、因为摩西描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的名字就叫麦基喜德 住在迦南地一个人人皆知的城市 名叫撒冷撒冷 后来这个城市连同其毗邻的山 都被捐在耶路撒冷之中 亚伯拉罕就是在那里要献上他儿子的 那时他说 耶和华以乐 也就是说 耶和华必愈北 因此亚伯拉罕所说的话 撒冷 与这一城市撒冷之名 合在一起 就成为耶路撒冷 Jerusalem城市的名字 约书亚纪十章一节 摩西记载说 麦基喜德是撒冷城的王 也是之高上帝的祭司 当亚伯拉罕得胜归回的时候 麦基喜德把饼酒给他和属他的人享用 他祝福亚伯拉罕 而亚伯拉罕也承认他是祭司 把自己所得鲁物的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这一切都作为真实的历史事实详细记录下来 因此绝不能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象征的角度理解 圣经清楚地表明 必须从字面上理解这段历史 正如其他的历史记载一样 如果麦基喜德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自己的话 圣经上就不能说基督是与上帝的儿子相像了 圣经上说 基督是按麦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 假如基督本身就是麦基喜德 有关的描述就不会如此广泛了 像某人一样 并不是说他就是某人 而基督按某人的等次为祭司 他就不是某人 三 拥有一块地盘 并且献上祭生 这对麦基喜德而言是真实的 但对于上帝之子并不适用 一一 圣经上说 麦基喜德无父 无母 无祖谱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希伯来书七章三节 这样的描述只能适用于上帝之子 回答 在理解这种描述的时候 不要绝对话 这只是相对于人类知识而言 人是有可能不晓得自己的家谱的 最起码我们并不晓得麦基喜德的家谱 因为圣经中并没有向我们显明 谁是他的父亲 谁是他的母亲 他是何时出生的 何时死亡的 他祭司的职份也是如此 源自亚伦的祭司 是通过不断传承做祭司的 也就是说 子祭父业 并且需要证明自己的家谱 然而 麦基喜德并没有什么传承 在他之前 也没有人把祭司的职任传递给他 同时 也没有人继承他祭司的职任 有人说 他是上帝按特殊的方式创造的 正像 以诺没有见到死亡 就被提一样 但这并没有记录在圣经中 实际上 圣经的记载 与此恰恰相反 使图形传十七章二十六节 即使那样的说法成立 他也是有个 开始的 一二 圣经上说他永远为祭司 回答 永远经常是始终 尽可能递长 或者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人的一生之中的意思 生命纪十五章十七节 或是直到预表的本体来到的时候为止 此处的永远 是指他没有任何人继承他 因此 在他和预表的本体之间 没有任何人来继承他 保持他祭司的等次 直到预表的实体来到 也意味着 在他的等次里 在基督里 他始终是基督的对范 一三 世界上说他是活的 希伯来书七章八节 这种说法对人并不适用 回答 假如在预表的本体到来之后 他仍然活着 那他就不可能是预表了 因为当预表的本体来到的时候 预表就不再存在了 圣经上说 他是活的 意思于说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是活人的意思一样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 当然 圣经上说 他是活的 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及他的死 另外 涉及他的等次 他继续活着 是活在他的对范基督身上 因此 麦基喜德并不是上帝之子本身 但是 麦基喜德是真正的人 到底他是谁 并没有晓得 不可能是闪 因为一 圣经记载了闪的出生 年龄和死亡 二 闪的名字广为人知 摩西并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的名字 三 同时 闪也不可能生活在迦南地 因为亚伯拉罕是移居到那里的 假如闪住在迦南地 迦南地就是属于亚伯拉罕的祖宗的 他在迦南地就不是寄居的了 从前面的署名 以及西伯来书七章的内容来看 很显然 麦基喜德是一个我们并不晓得的人 但是上帝确实赐给他特别的尊荣 是他做撒冷的祭司和君王 他曾经大有荣耀 极受尊重 因此 以极其卓越的方式 预表基督祭司和君王职份的永恒性 基督的这两个职份 是合在一个位格之中的 在西伯来书七章中 列举了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一 他们二者在名字上类似 因为迈基喜德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公义王 而基督同样也是耶和华我们的一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六节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 恨无罪恶 十篇四十五篇六 七节 二 他的国度是撒冷 意思就是平安 同样 基督也是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他是我们的和睦 以福所书二章十四节 三 圣经上说 麦基喜德无父 无母 无祖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希伯来书七章三节 同样 根据其人性 基督也是无父 根据其神性 基督则是无母 没有祖仆 无始无终 四 麦基喜德永远为祭司 同样 基督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 五 麦基喜德既是祭司 也是君王 基督也是如此 诗篇110篇二 四节 六 麦基喜德比亚伯拉罕 亚伦以及他们之后 所有的祭司都高超 因为他们把十分之一 给麦基喜德 同样 基督比他们所有人都高超 胜过他所有的同伴 诗篇45篇7节 虽然上述六点在某个方面 也可以应用在其他人的身上 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适用这六点 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属于如此超凡卓绝的祭司等次 在这种意义上而言 他们都不是基督的预表 相似之处 并不在于给饼酒 仿佛他曾经献祭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饼酒献给上帝 而是把饼酒给亚伯拉罕和属他的人享用 另外 在这一方面 他与基督也不相仿 因为基督并没有献上饼酒 而是献上了自己的身体 基督用饼酒设立圣餐 他并没有献上无血的祭物 而是设立圣餐作为他受苦和受死的记号 并作为基于他的受死而罪的赦免的印记 无论是在基督之前 还是在基督之后 都没有任何人是按麦基喜德的等次为基督 唯有基督是按麦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 他在其祭司的职任上 也没有任何的后继者 因为他是永远为祭司 所以在地上不再有任何祭司了 不管是按麦基喜德的等次 还是按亚伦的等次 亚伦出于立位族 基督到来之后 立位族的职任就停止了 假如今天还有人做祭司 他必定是巴黎的祭司 因为偶像崇拜的国家 仍然有其巴黎的祭司 以上所说的一切 都是关于基督普遍性的祭司的职任 现在我们来特别考虑 基督大祭司的职任 就是献祭和代祷 关于献祭 我们在圣经中读到 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供物和祭物 献与上帝以福所书五章两节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 靠耶稣基督指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西伯来书十章十十四节 我们将在二十二章 涉及基督的祥悲的时候 探讨基督这一献祭的性质 其补熟的本真性 其完全性 唯独适用于全民的限制 因此 我们目前就略过 四基督祭司职份中代祷的服饰 代祷是基督祭司职份中 第二个方面的侍奉 我们在圣经中读到 也替我们祈求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 在福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保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关于基督代祷的服饰 我们必须考察其必要性 性质和功效 首先我们来考察 基督代祷的必要性 代祷是基督大祭司职任的本分之一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 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西伯来书八章一节 作为大祭司 他处在天上 作为大祭司 他坐在上帝的右边 作为大祭司 他所做的就是 代表他的选民 出现在他的父面前 为他们带导 因此 基督大祭司的职份的一个工作 就是带导 他所带导的是儒下 一 为其选民在今生的一切需要带导 目的在于使他们能够行走天路 也就是圣灵光照 安慰 并使他们成圣 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读到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二 他为他们带导 使他们在今生之后 可以完全得救 父啊 我在那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 这也在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得到证实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要使人得救 仅仅借着基督的受苦 受死和圣洁 赢得救赎并不充分 还必须倚靠他的带导 从而把救赎应用到选民的身上 使他们真正有份 这在旧约时代 由大祭司做出了预表 大祭司不仅要献祭 还要带着祭生的血 进入至圣所 洒在施恩座上 并燃香 基督就是预表的实体 他是以自己的血 进入至圣所 立为纪十六章 西伯来书九章十二节 这一前提是必不可少的 否则他就不可能是大祭司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为祭司 西伯来书八章四节 假如基督没有为祭司 选民就不会得救 因为他们必须借着一个祭司 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得救 因此 献祭和代祷士联系在一起的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也替我们祈求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 为中宝 就是那一者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约翰一书二章一 两节 这一必要性 有以下的原因 也可清楚地认识 首先 上帝不断地宣告 他受到人的藐视 他的公义既不允许人接近他 也不允许他接近人 除非有一位赎罪的中宝 不断地显明他的代赎 对于上帝而言 这是适宜的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第二 既然上帝的威严受到了藐视 他临到人 或临到中宝 都是无法容忍的 只有中宝来到他的面前 也就是说 中宝要带着赎价钱来 并把赎价放在他的面前 第三 涉及到人以及中宝的恩赐 上帝也愿意 使他在罪人得救中 所赐予的白白的恩典 显明出来 一直被承认 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所以 虽然基督的献祭是完全的 有着永远赎罪的国效 但是 必须借着带导的方式 才能应用到罪人的身上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 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 十六节 因此 虽然有补熟 救人而言 仍当承认上帝的恩典 第四 对于主耶稣自身而言 这也是必要的 他既然是他选民的中宝 只要他的选民 在事实上 还没有得享救恩 他就不能放下他中宝的职份 其实 为了为选民预备住处 引领他们得救 带导是必须要有的 参考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所以 主耶稣必定会继续带导 直到把他所有的选民 都召聚在天堂里 第五 使选民承认主耶稣的带导 是与他们有益 他们施及他 而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 并且在那里 见到基督为他们的中宝 把他们的祷告 带到父的面前 这也是主的旨意 启示录八章三 四节 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 差子来的父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 主耶稣代表选民 持续出现在施恩宝座前 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 为了使选民的罪不在 被纪念 在旧约中 罪总是被纪念 因为真正要 竭尽人的良心的赎罪 还没有发生 寄生的血 也不能竭尽人的良心 大祭司 从至圣所返回 每年都要重复 希伯来书十章三节 但是 要使罪不被纪念 大祭司 就得在施恩座前 永远坐 在上帝的右边 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 他们的罪迁 和他们的过犯 希伯来书 十章十七节 原因就在于 大祭司 一直在至圣所 一直在上帝的施恩座前 二 另外 为了使选民每天的 罪不至招致上帝的愤怒 忠保 必须一直在上帝的施恩座前 显明他所做出的代书 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节中指出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 得与上帝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的救了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涉及基督的代祷 必须考察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基督代祷的方式 首先 作为选民的中保 基督执行大祭司的职份 第一个方面 就是以他的身体为祭献上 同样 他也执行了他 大祭司职份的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作为选民的中保 为他们带到 他不仅仅在施恩座前 作为选民的好友 为他们说好话 而是作为他们的中保 自己完全承担起 施行救赎的职认来 在西伯来书七章二十二节 使徒称其为中保 在接下来的经文中 他说 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 就长久不更换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 而且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另外 基督在执行 其大祭司的职份的 第一个方面的时候 是作为完全的上帝 和完全的人 他献祭的果效 来自他的神性 来自他上帝的位格 同样 基督在完成他 大祭司的职任的 第二个方面的时候 也是作为完全的上帝 和完全的人 而施行的 而且 他带导的功效 也是源自他的位格 也就是说 他上帝的位格 这在西伯来书 四章十四节中显明了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 大祭司 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他是伟大的 因为作为上帝的儿子 他是与父同等的 这是至关重要的 选民的安慰和勇气 就是由此而生发的 所以 使徒补充说 我们当执定 我们所承认的道 并且在十六节说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第二 一定不要认为 基督是跪在那里 大声哀哭 由泪祈求 西伯来书五章七节 也不要认为 基督仍然处于祥悲之中 他的带导就在于 他在支圣所中 带着他自己的血 出现在父的面前 这些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 基督的带导在于 显明他受苦和受死的功效 第三 基督的带导在于 他有效的意志 他以圣约为根基 要求所有的应许 都成全在他选民的身上 既包括今生约翰福音 十七章十五到十七节 也包括来世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哪里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 父允许他 做出这样的请求 说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帝籍赐你为田产 诗篇二篇八节 这是父给他的应许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 这就是子所求的 第四 基督的代祷在于 为他的选民殿户 恳求 抵挡针对他们的一切指控 所以使徒约翰称他为中保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这也得到了使徒保罗的证实 他说 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 有基督耶稣 也替我们祈求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 三十四节 既然他能够证明 他已经为他们的 每一个罪付上了赎价 把他自身置于律法之下 顺服上帝的律法 代表选民成全了上帝的律法 所以结论就是 他的选民不再被定罪了 并且有权得享永远的福乐 第五 基督的代祷 还在于把他的子女的祷告献上 这些祷告是他的子女们奉他的名 借着施恩和代求的灵儿献上的 既然他们是奉他的名祷告的 他的功德必定有这样的功效 就是使他们的祷告的蒙垂听 这在启示录八章三至四节 得到了证实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信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涉及基督的代祷 第三个应当考察的方面 就是他代祷的功效 这从以下的三个原因 可以明显见到 首先 基督代祷的功效是合乎公义的 此处 基督既没有什么偏爱 也没有忽略什么不顾 也不是仅仅做出一项请求 准确地说 基督作为中宝所请求的是 完全公义的 并且得到了最好的证据的证实 他代表他的选民出现 表明赎价已经付上 而且这赎价如此完全 一点都不亏负 他洗净了人的罪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是 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 他代表选民 如此完美地成全了上帝的律法 使他们在他里面 成为上帝的义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罗马书八章四节 基督向他的付证明此事 所以 接下来的只能是真正的诚意 并且赐予得享 永福的权利 第二 基督得到的果效 从上帝与选民的关系上 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种关系是一个父亲 与其孩子们的关系 父已永永远远地爱爱他们 接纳他们为自己的儿女 使他们成为他恩惠和慈爱的对象 他的心对他们极其温柔 主耶稣就是为他们而祷告 因此 父的愿望就是有人能够代表他们 向他说话 这样的一位中宝 怎能会受到排斥呢 第三 这一果效 也从基督这一中宝 自身的位格清楚见到 他是尊荣的大祭司 参考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十章二十一节 他在其位格上是尊荣的 他的位格与父同志 并且他与父之间的友谊 也是伟大的 父爱子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 他完全顺服 并且甘心乐意地成为选民的中宝 借着宣誓 他被分别为圣 担任祭司的职份 并在各样的事上都顺服服 甚至顺服至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父亲亲自对他说 你求我 我就赐你 这样的一位代导者 怎会被拒绝呢 请把这些事情合在一起思考 有这样一位大祭司 他本是上帝的儿子 作为救赎之约的一方 在一切事情上 甘心乐意地顺服 他所代表的是最正义的事业 这可从他受苦并受死的方式 可以得到证实 并且 他对上帝律法的顺服 也证明确实如此 他以这一切为他的选民辩护 在一位恩惠慈悲的父面前 为他所爱的儿女和后四们辩护 因此 他的辩护肯定能够得胜 他的子女们必定能够得到 基督为他们所代求的 既然基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都蒙父的垂听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 四十二节 现在他在天上 他所祈求的更是无不得着 关于基督的代祷 我们当考察的第四个方面 就是其充分性 基督这一代祷者就足够了 不仅不需要增加别的代祷者 而且其他任何人也无法代祷 天上的圣徒并不是地上 特定之人的代祷者 人也不可借着他们 接近上帝或基督 首先 以圣徒为中 保洁敬上帝或基督 源于异教徒的思想 他们希望通过低级的神灵 接近上帝 其次 这也是对基督的侮辱 仿佛他不完全合适 同情心也不够 并且与他的选民也不够熟悉 选民本是他的新娘 是他自己的身体的肢体 这种观点就意味着 必须通过其他的代祷者 才能来到上帝或基督的面前 但是 这样的中保在圣经上永远找不到 在圣经中 既没有这样的吩咐 也没有这样的例证 再次 这是与圣经直接向背的 圣经教导我们说 唯独基督是我们的中保 再没有其他任何中保 一 唯独基督是中保 这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中得到了证实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在原文希腊文中 我们读到Heis一词 意思就是一个火为一 这个词是与上帝连在一起的 上帝只有一位 因此也只有一位中保 这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中 也读到了证实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一者耶稣基督 圣经上说 只有一位 因此人若想合乎圣经 就不要杜撰另外的中保 二 圣经也教导我们说 除了大祭司耶稣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中保 因为除了他之外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担任这样的中保 只有基督能够基于 他所做出的代数为选民代导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索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经文 将赎罪与代导联系在一起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也替我们祈求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因为只有一位中保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 六节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保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记 约翰一书二章一 两节 以去世的圣徒 并不能够成为代导者 因为他们并不是使人 与上帝和好的中保 他们也不能基于 为他人付上的赎价 而来到上帝 的面前 更不能以这样的赎价 为基础提出请求 祭司职分的两个方面 是不能分离的 所以 区分和好的中保 与代导的中保的不同 是突然无疑的骗局 原因就在于 如果前者不存在 后者也不会发生 最后 对于那些寻求他们 为代导者的人而言 已经去世的圣徒 并不晓得他们的需要 愿望和真诚 偏上一言 就能在刹那之间 晓得全世界 所发生的一切 晓得每个人的需要 这是违背人类的性情的 但是 如果不能做到这样 又怎能为人代导呢 退一步而言 即使圣徒晓得每个人的需要 当然事实 并非如此 这也不足以 使他们成为代导者 因为代导是建立在 不同的根基上的 意义 在地上的信徒 彼此代导 为什么在天上的圣徒 不为那些 在地上的圣徒 代导呢 回答 如果根据这种逻辑 在地上的圣徒 也当为在天上的圣徒 代导 因为彼此之间 既然有交通 当然就会有 相互之间的影响 但是 我们并不能说 在地上的人和天上的 圣徒之间 有什么关系 他们各自处于 完全不同的境地 圣经上 吩咐地上的圣徒 应当彼此代导 但是丝毫没有说 在天上的圣徒 也为地上的人代导 那些在地上的人 可以晓得彼此的需要 但那些在天上的人 并不晓得 那些在地上的人的需要 那些在地上的人 是同样的人 彼此代导 并不是因为 他们自身 有什么价值或功德 而是奉基督的名 要坚持说 天上的圣徒 为地上的人代导 就必须把威严 价值 功德 和垂听祷告的能力 归给他们 因此 很显然 天上圣徒的代导 不过是人的杜撰 若是期望天上的圣徒 为你代导 并且信赖他们的代导 就是偶像崇拜之举 五信徒对基督大祭司 职份的应用 首先 信徒应用基督大祭司的职份 当在其献祭和代导 两个方面 要如此行 首先当晓得自己的罪 感到最是沉重的负担 必须厌恶自己被罪污染的 那种可憎的境地 必须确实感受到 并承认上帝对罪人的恨物和震怒 这恨物和震怒 只有借着完全承受 罪所当受的惩罚 才能消除 既包括今生的咒诅 也包括永远的沉沦 必须承认 罪人既不晓得如何拯救自己 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 当对这些事情加以默想 直到你自己完全意识到 你自己的愁苦 晓得你自己是彻底贫困的 是完全绝望的 就这样把你自己带到主的面前 宣告并承认你 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 在旧约圣经中 犯罪的人都是这样带着祭物 来到主的面前 立为记四章 罪人若想和好 就必须带着祭物到祭司的面前 并且在上帝的面前 按手再代替他的祭生的头上 这样 他表明把自己的罪归到祭生的身上 从而借着信心大罪归于弥赛亚的身上 祭物所预表的就是将来的弥赛亚 同样 如上所述 意识到自己的罪的人 也必须来到基督的面前 承认他就是完全的赎假 是唯一的赎罪祭 是完全的大祭司 曾经为罪献上他自己为祭 他必须承认他是慈悲的大祭司 呼吁所有为罪而移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 并且应许说 他断不会撇弃他们 必使他们与上帝和好 赐给他们安息 和平与救恩 再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一方面要承认这些 同时也必须把他的罪交托上帝的高 羊 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在旧约时代 为罪献祭的时候 罪人会停留在旁边 见证代替他献上 如今罪人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身上 留意他的受苦和受死 认识到基督的献祭是代替他献上的 旧约时代的罪人 基于献祭得到仪式上的和好 并且假如他相信弥赛亚也得到真正的和好 同样 今日的罪人也必须把基督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以他为赢得和好与平安的赎罪祭 第二 既然主耶稣是大祭司 人必须借着他来到上帝的面前 既然旧约中的祭司制度已经废止了 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西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一定不要止于忠保主耶稣 要借着他来到父的面前 问题 人如何借着基督来到父的面前呢? 回答 一 接受基督献上的赎假 为自己充分的完全的补赎 接受基督对律法的完全的成全 为自己的义 二 把这承到父的面前 求问他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 是不是我所有的罪 都借着他的受苦和受死偿妇了? 你的公义有没有得到满足? 我有没有与你和好? 有没有与你言归于好? 三 基于基督的献祭 人得到所有的应许 一切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 因为这些应许都是赐给他的 因此上帝成为我们的父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借着信心我们称上帝为阿爸 父 四 如此前行 奉基督的名相父 请求他所可慕的一切 光照 安慰 成圣和保守 以及身体上的需要 比如脱离患难 健康 兴盛等 我们这样做 相信上帝 我们慈爱的父垂听 我们的祷告 并根据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 我们就在此的安息 在此的满足 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 感谢上帝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福音着爱我们而赐给我们的 而且都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 第三 基督的代祷使我们在祷告中大有支持 假如我们思考并相信 灵魂在寻求上帝的圣灵和恩典的时候 每一个祷告 每一个叹息 每一个仰望 都是基督代祷的果子 正是由于基督的代祷 信徒才得到圣灵的同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他把我们的愿望 带到宝座前 呈现在父的面前 这一切都是奉他的名 因着他的功德 接着他的灵而发生的 基于他的功德 这些祷告的蒙垂听 而且他是他们的愿望 成为他自己的愿望 加上他自己的心香 从而使他们的祷告 为父所愿纳 假如我们思考这一切 并真正相信 就会极大的促进我们的祷告 这就使得我们殷勤 恳切地祷告 并且在祷告的时候 坦然无惧 这使得我们生发信心 相信我们的祷告 虽然脆弱 却是蒙愿纳的 给垂听的 而且 当我们无法祷告的时候 不管是由于消极的情绪 还是因为濒临死亡 要思考并相信 主耶稣在这样的时候 也在为我们祷告 他仍然是我们中心的带导者 不会忽略我们的事 而是使这些事情 归于一定的结局 他不会休息 直到最终把我们 带到他的身边 这会使我们大有力量 满有信心 安安静静地 把我们自身 交托在他的双手之中 因着他的带导 我们必能平静 且满怀信心地说 耶和华必成全 关乎我的事 诗篇138篇8节 第四 不管是面对身体 还是谨慎的痛苦 我们都会从中 得到极大的安慰 是不是你的罪重重地 压着你 使你因这罪的重负 而屈身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记 约翰一书二章两节 你的灵魂 为自己的赤裸 而羞愧吗 他为耶和华 我们的义 耶利米书 二十三章六节 他会用救恩的以上 披戴我们 用一袍遮盖我们 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十节 你的灵魂 为上帝的震怒 而感到痛苦吗 他就数我们脱离 将来愤怒 铁撒罗尼加前书 一章十节 你害怕永远地定罪吗 如今那些 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罗马书八章一节 你可目与上帝交通吗 他会把你带到 上帝的面前 李德前书三章十八节 你的灵魂 是不是像孤单的麻雀 正经历背弃 不幸和悲伤的感觉呢 你是否觉得沮丧 有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呢 你的身体是否正经历着 无数的痛苦 非常沉重 为时很长呢 在这一切的事情上 我们都可以 从基督这一大祭司那里 得到极大的安慰 他是名义上的祭司 也是实际上的祭司 他是尊荣的大祭司 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由于思考以下的两节经文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上帝的世上 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西伯来书二章十七 十八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假如你相信基督确实如此 为什么不脱避于他 当你脱避于他的时候 为什么不相信他晓得我们的软弱 必会接受我们 并赐给我们心中所想所求的呢 许多信心软弱的人认为 现在主耶稣 不像他当初在地上侍奉的时候 那样被感动 他们认为 假如他们能够 与当初的门徒和妇女那样 与基督直接交往 进入他所在的家中 很亲近地与他说话 就像玛利亚和马大所做的那样 或者伴随他 那样也能摸他衣裳的穗子 用眼泪洗他的脚 使他晓得我们的需要 恳求他怜悯我们 除掉我们的罪 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心 使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爱 那时 我们就会盼望他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但是 现在他离我们这样遥远 如此在高天之上 处于如此之大的尊荣之中 我们就无法再近处 与他直接说话 而且我们是这样微不足道的人 他也不会为我们的祷告所感动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样的想法 只是属世的想法 是从无知和软弱的心 新发出的 我根据上帝的圣言向你保证 主耶稣现在 仍然像他当初一样慈悲 仍然像当初一样 仔细地留意人的愁苦和愿望 因此 我们仍然可以像当初的人那样 自由 亲近地与他说话 有人怀疑主耶稣现在的怜悯之心 我对此感到难过 唯愿人真的认识他 假如真的认识主耶稣的怜悯 一个软弱的信徒 就会经常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清心吐意 恳求他 并且相信他必定帮助 所以 请注意 主耶稣现在在天上 他不仅像上帝一样有怜悯之心 也就是说 以合乎他的神性的方式怜悯人 他的怜悯发自他永远的无限的慈爱 由此 他注意到他的子女的悲哀和罪禁 存在心里 并愿意随时帮助他们 并且他也像人一样有怜悯 正是为了能够怜悯人 他采取了人的形象 这从西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七节中 可以看到 因此 他曾经受到各种患难的试探 长经痛苦和忧患 目的就在于由经历而晓得人类的痛苦 理解受苦之人的心境 因此 他确实更能体恤人的软弱 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现在 请你把基督的神人 二姓和在一起考虑 他既是真正的上帝 也是真正的人 既做我们的中宝 也是我们的大祭司 这一大祭司的职份 要求有怜悯之心 能体贴 人的软弱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便离属上帝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 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耐于蒙的 和失谜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西伯来书五章一 两节 既然基督是大祭司 他就具有属于这一职份的特别品质 体恤 当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何等体恤人的软弱呀 我们在圣经上 不断读到这样的经文 基督动了此心 主耶稣在天上 不仅有着同样的怜悯之心 因为既然一个完全的性情 能够体恤人 荣耀的性情也是如此 而且因为在其完全性 在天上更大 这怜悯在本质上 必定胜过在地上的时候 原因就在于 这怜悯之心是出于他的爱 主耶稣作为在天上的大祭司 他现在无比卓越地完成这一职份 所以他具有大祭司的品质 也就是说 他有着极大的怜悯之心 同时 请你注意主耶稣与他选民的联合 是何等的密切 他们是由付赐给他的 目的就在于 作为他的子女 他必定就把保守并带领他们 进入永福 既然如此 当他们处于痛苦之中的时候 他对他们就没有温柔的眷顾和体恤吗 他们是他的新娘 是他的孩子 也是他的肢体 他具有他们同样的性情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迟 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 当他们愁苦的时候 他们就哭泣 可想他 并呼求他帮助 安慰 主耶稣绝不会默然置之 他必定会极其连续 特别是因为他在经历上 也熟悉他们痛苦的感觉 也许你说我为罪忧伤 这可是主耶稣从来未曾经历的 因此最不会感动他 使他怜悯的 而是招惹他的愤怒 我对此的回应是 主耶稣却是圣洁的 他既不晓得罪 更不犯罪 然而 他也尝了罪的苦果 仿佛他自己亲自犯了罪一样 他经历过上帝向他掩面 上帝的愤怒 忧伤致死 咒诅和定罪 这些他都承受过 其程度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 他晓得人心如何倾向于犯罪 因此 借着他自身的经历 他能够并且确实体恤人的软弱 罪确实是上帝所恨武的 但主耶稣已经完全为罪负上了赎价 因此 上帝的愤怒不再存在 而是有体恤为他的选民存留 请你思考这一切 相信主耶稣对你确实有体恤之心 努力对他有一个真切的印象 在你感到悲哀的时候 这就会坚固你的信心 以赤子之心把你的忧愁倾诉给他 以他的体恤安慰你自己 晓得在你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亚书63章9节 你或许说你突然能够 他为什么还不帮助呢 我的回答是 时候还不到 而且这是为了你的益处 他在预备你能够接受额外的恩典 因为这会使上帝得荣耀 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得到拯救 这样的一位朋友如此慈爱的主 大祭司和朋友的同情 仍然会给你带来安慰 所以当安静的等待 你得救知识到来 六基督徒做属灵的祭司的本分 我们已经考察了基督为我们的祭司 对我们有何用意 现在我们当考察基督徒 如何做属灵的祭司 好与我们基督徒的名字相称 上帝把祭司之名赐给所有的信徒 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 以赛亚书61章6节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 归于上帝 启示录五章10节 他们都是祭司 但是并不是为自己 也不是为他人的罪献祭 因为这样的献祭 是唯独归于主耶稣的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西伯来书10章14节 准确地说 他们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 所悦纳的灵迹彼得前书2章5节 他们作为祭司的工作 首先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进入至圣所 并在那里不断地侍奉上帝 弟兄们 我们基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西伯来书10章19 22节 因此 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 菲利比书3章20节 第二 祭司在迦南地并没有产业 上帝就是他们的份 同样 基督徒必须转离一切属世的东西 把属世的东西 留给属世的人 眼睛不要盯着看得见的 哥林多后书4章18节 而是单单以上帝为乐 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 耶利米埃格3章24节 第三 我们必须治理于献祭的事 一 他们必须致死老我 所以要致死 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哥罗西书3章5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加拉太书5章24节 二 他们的祷告 一定要陷在宝座前的金台上 启示录8章3节 他们必须为自己这样行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肥利比书4章6节 同时 他们也当这样为别人祷告 互相代求 雅各书5章16节 三 他们一定要对穷人慷慨解囊 以此把他们的美物献给主 因为这样的祭 是所喜悦的 希伯来书13章16节 四 他们必须用心灵 言语和善事 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承认 主啊 我在这里 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地 降服于你 侍奉你 我是属你的 不管我处于什么境地 我都要为你而活 我把我自己作为感恩祭献给你 在罗马书12章1节 使徒保罗奉劝我们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五 因此 假如主带领我们进入困境 使我们必须为真理的缘故舍命 我们就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看为宝贵 要甘心乐意地将自己的生命为祭献给主 使徒保罗曾说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 到了提摩太后书4章6节 成为殉道士 为基督而死 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事了 以基督为祭司 自己也做属灵的祭司的人 是何等的有福啊